當全世界都在聚焦 美國剛剛公布的晶片法案 你要怎麼補助相關細則 業者你想拿補貼 先跟中國絕交十年再說 但我們今天告訴大家 這個只是確保先進的製程 留在美國製造的第一步而已 我們要告訴你 不戒掉中國恐怕失血更嚴重 為什麼 今天解謎為我們解謎 原來拜登手上有這個 絕密的超級血滴子 逆我者亡啊 沒錯 事實上你知道 美國貿易代表總署 我們在過去這20年 沒有看過這麼積極的 他去年6月份因為台美 我們說台美世紀貿易 21世紀架構跟台灣接觸之後 他只花了多少時間 只花了5個月時間 就把整個項目談妥了 然後只花再花2個月時間 都已經超前談到TIFA 天啊 不是台美貿易架構 21世紀貿易架構嗎 怎麼突然談TIFA 而且你知道嗎 這一次美國貿易代表總署 他特別提出了所謂的成果報告 特別把台灣列入為 所謂年度最具有成果的 一個內容 包括了美豬 這個美牛進來台灣 台灣的貿易的優先 還有包括各樣的法案 雙方有高度共識 我很想看到美國代表總署 把台灣講得像如此的神 最後你知道嗎 他下一個結論 他說結論是 今年勢必要跟台灣 簽下所謂的BTA 雙邊貿易談判 他們列為是最優先代辦 到底美國在急什麼 我們先回來一件事 事實上早在今年的2月8號 就是剛剛過完年之後 其實台灣跟美國 就已經對這個晶片部分 有一個談判 但是大家都沒有在意這個事情 為什麼 因為就在前兩天的時候 美國 日本 韓國跟台灣 又這次談一次了 但是聚焦的部分 其實談了很單純一件事情 這是內容很精采 包括要對於解決關鍵跟新興技術 半導體的工業鏈的韌性 還有電池跟關鍵的產品 全都談了 為什麼 因為韓國在裡面 因為我們知道電池韓國很強 記憶體韓國很強 還有這個所謂的這個 數據的透明度 因為韓國在中國有工廠 所以這一次很明顯 談判的過程當中 韓國在裡面應該是爐坐針端 所以你點名的這四個國家 就是我們講的Trip4 就是今天天下為中 晶片大戰最重要的四個核心國家 台灣也在裡面 你看提到韓國我就問了 去年的Trip4 剛剛被丟出來的時候 韓國不是拜託拜登 再給他一年的寬限期 我壓太多錢 我壓太多的半導體廠 在西安 在大陸的幾個大城 你要我斷根怎麼可能 一年時間也快到了 最後這個Deadline之前 我們看到了什麼血淋淋的事實 就是沒有事實 美國沒給答案 你看這次四方圍台的時候 基本上就知道韓國全部讓步 中國部分你不能再擴廠了 這些東西要全部處理 你要知道韓國現在狀況有多嚴重 2021年的全球第一任的市佔率 韓國就高達42個百分點 那麼儲存記憶體 佔了30.9個百分點 意思你手機沒兩台 有一台的記憶體 就是三星的 你的筆電沒兩台 一台裡面就是三星的 結果你知道嗎 而且更講直接一點點 三星紫光記憶體部分 就佔了整個三星半導體 獲利的50%以上 如果這些記憶體沒賺錢 就宣告其實三星就是故事 很辛苦地演下去 好了 回來一件事 最近公布的數字 確實讓人家覺得非常的恐怖 你知道二月份整個日本 整個韓國它出口比去年同期 又降了7.5個百分點 7.5個百分點是什麼概念 是連續五個月重挫 而且重點是什麼 到二月份還沒有止血的狀況 我們台灣二月份 可能就會稍微止血 二月份的出口的 每天的年減率跟去年同期比 再掉 我們剛剛講二月份的出口是7.5 但是平均日年減率 是高達15.9個百分點 這告訴我一件什麼事情 韓國現在生產的記憶體 是賣不出去 這就是我剛剛說到最恐怖的情景 借不掉中國 失血更嚴重 二月繼續摔 三月如果繼續摔下去 沒有任何止跌的情況 2023年第一季 哇 這個盤一開出來 不是 嚇死人了 因為你知道三星過去太壓住中國了 它在西安的廠 我們都知道西安廠 紫光在Niflash部分 就佔了三星產能的將近一半 那你說如果今天中國 自己都扶植自己的Niflash 你能跟我怎麼辦呢 而且你知道當時 韓國太計算錯誤了 它基本上把中低階的記憶體 跟中低階的這個所謂的Niflash 全部放在西安 單壓西安 就想說我這麼強的西安 這樣廠商在中國 我可以自霸中國 沒想到中國這幾年起來了 它根本不買你的記憶體 然後美國也沒有買 這個韓國的記憶體 整個出口衰退很厲害 可是問題來了 這故事結束了嗎 恐怕沒有 雖然我們知道沒有錯 美國現在對中國 已經對半島裡做盡致力了 但是中國有能力 買這麼多記憶體嗎 是個大問號 我們今天看到更可怕的數字 雖然中國說 他們製造業數據一起來了 今年經濟成長會到5% 講了一堆好消息 但是有一件現實的問題 當你資金流出中國的時候 就代表這個經濟出了問題 像台灣資金流進台灣 所以台灣萬物都表現得很好 就是經濟部分表現還可以 但是中國的狀況怎麼樣 我只講一個數字 連中國企業都不相信中國了 你知道目前為止 中國流出去的錢 就是中國企業流出去的錢 跟他在中國投資的錢 竟然逆差超過400億元 這是從來沒有發生的事情 更不用說外資投資到中國 打回到1999年的時代了 1999年的時候 那時候中國還沒有進入WTO 那是表示說中國經濟還是屬於 你比較是緩步成長狀況 對不起 一回去一口氣 把你打回到1999年 那問題的事情 那三星如果今天 韓國繼續明年中國 他只能跟中國一起墜落 所以當韓國最游移最曖昧的 現在也不得不選邊站 站對美國隊的時候 傑銘告訴我們 那背後意味著什麼 原來拜登手上 有一個讓韓國躲都躲不掉的 超級血滴子 血滴子要殺向中國 你躲好 不然連韓國都會一起被砍 沒錯 事實上我們都以為說 其實這次的所謂設備不賣就算 那你至少維修 舊的設備你應該去維修 因為你賣出去有這個原則 結果沒想到日本一個網站 裡面公布一個消息 讓大家覺得非常震撼 它的極微網直也講白了 這一次在1月底 日本 美國 還有荷蘭的合約裡面的內容 不只是只有設備不賣到中國 還有什麼呢 還有包括絕對限制 中國派出人力資源 而且對於之前運網 中國的產品也不能維修了 人不進中國 連維修都中斷了 他告訴你什麼事情 告訴你在你就算是舊的記憶子 擺在那邊 擺到最後也壞掉了 因為沒有人維修 這個很殺 好了 問題來說 其實在這過程當中 其實雙方是有點征戰的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韓國當然不願意 日本企業當然也不願意 為什麼 只光東京電子 它在中國的業績 就佔20% 我們說這個佳能 這些公司在中國也是有做生意 他做生意不是只有跟半導體有關 他其他產業都有 我幫你半導體關掉 那我其他產業怎麼辦 我這個事情很大條 但是經過這一個月的時間 大家改變態度了 幾乎每個人都說我可以 我這麼說一句話 東京電子的社長叫做和和利素 他直接講白一點 他說你說這個NVIDIA多強對不對 對不起 沒有我東京電子 你別想生產任何尖端的半導體 為什麼口氣這麼大 它有什麼呢 好 你剛才說我們說的光型影劑 就是我們說的極子光鏡 它基本上是把你IC設計圖 打到你的晶片對不對 但是你晶片的時候 過程要顯影 然後你要清洗 你要切割 切完要清洗 你知道那邊集算的東西要清洗 這些化學品誰都有你知道嗎 不論你說的所謂的沉膜微影 這個石刻刀清洗 基本上東京電子 如果說它是第二名 這世界沒有叫做第一名 好 我再講個白一點 請問一下洗淨的東西 是不是要一直洗 用完洗一批 用完洗一批 消耗不停的 我們的光型影劑 它是直接一直照 你下面不管你的晶片怎麼好 我就繼續照 但洗淨不是 洗淨你晶片做完之後 你要把那些強酸 強水 趕快洗掉 那水洗完之後 那就沒有了 這個石刻的機器 也是會容易有這個零件的損耗 那零件損耗你就不能補了 所以問題來了 而且你知道中米在什麼地方 東京電子很驕傲 我今天卡你中國是卡你現在 它還要卡中國未來 不但是現在要卡這樣 東京電子怎麼把未來也砍掉 他說你現在所看到的設備 都是我3奈米的製程 將來還有2奈米 將來還有1奈米 將來還有超奈米 我的這些顯影機 會跟著這奈米繼續 這些產品繼續前進 而且你知道東京電子多驕傲 他說當我的產品出去的時候 你用了這個我們說的NVIDIA 不是 用艾斯莫爾的東西對不對 加上我的設備之後 我會讓你產品再增加好幾個百分點 所以你想一個更極端的情況 今天如果我今天一滴顯影機 我都不賣進中國的話 你不要講28奈米 你連40奈米你都做不出來 沒錯 那中國就要想辦法找出這些東西 事實上中國技術只有在40奈米 可是問題是你很多產品 都需要28奈米 我都會講很直接的問題 因為這是個很嚴肅的話題 什麼話題 就是將來所有自駕的 這些MCU裡面 都要用到28奈米的技術 而這次賣電米在雄本就有了 好 我們談這件事情 是一個大事情 之前台積電去日本的時候 我們都懷疑去日本幹嘛 日本也不生產什麼半導體 去沒想到 他得到了索尼跟這些公司的幫忙 立刻蓋了工廠 而且蓋的速度很快 而且他講一句話說 在日本蓋工廠成本 竟然跟台灣是差不多的 而且他們很有效率 我以為就到這邊結束 沒有 最近雄本把公共預算 弄出來的時候才知道 日本是完真的 日本的雄本先公共預算 公共預算就是水 電 這些所謂的公共建設法 竟然在創歷史新高 沒有再給你什麼 三缺 五缺 七缺的 要水給水 要電給電 我就問了 今天台積電是客戶在哪裡 我就到哪裡 美國如此 日本也如此 我們今天要看到 今天他如何的貼近他的客戶 幫他的客戶扮演超級加速器 你想想看這個日本政府 怎麼說服台積電要設4奈米 因為你4奈米在哪裡什麼地方 你用不到 現在答案揭曉了 這是令人恐怖的事情 原來台積電有另外一個戰略夥伴 叫NVIDIA NVIDIA決定要把他們最新的 送的這個所謂的中央處理器 汽車的自動架子處理器 決定要用雄本來生產 意思說你4奈米生成的時候 我就把這最精銳的這個晶片 全部再生產 那配合廠商是誰 天啊 日本所有包括 Toyota Honda Suzuki Mazda 全部都要配合 意思說今天 我在想說 這個所謂的NVIDIA 最新的這個所謂的中央處理器 到底有多強 講白了 就是你現在台面上 路上跑的那些車子 有自動駕駛有沒有 他的速率都比他們 路上看到至少6到8倍的 高速運轉 我說最近特斯拉不是很驕傲嗎 他不是有個Fully Self Drive嗎 對不起 一碰到這個Slow 故事叫做Gang Slow 就是你基本上就是整個是 慢 慢 排 所以這個情況下 台積電跟日本這次合作 恐怕在未來自駕車裡面 要再創造一個叫做台日奇蹟 是 做台日奇蹟 是 在這裏 他們最新的 我看過了 你 是